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原文科普 生活心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精掌煮 警告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精 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一部 台灣文學家的紀錄片 台灣男子葉石濤 這部紀錄片呢 即將在6月17號 全台灣上映 我們待會會呢 進一步的跟您說 在哪些的電影院呢 您可以看到這一部呢 傳記型的這個紀錄片 那現場呢 有來兩位 一位是我的大學同學 傑出的導演林靜潔 歡迎阿傑 大家好 我是林靜潔 是這個片子的監製 太好了 你看自己介紹自己 另外呢 就是呢 這部紀錄片的導演 許惠玲 惠玲導演 惠玲導演 你好 大家好 是這個惠玲導演呢 這一部的紀錄片 當然不是他的第一部電影啊 但是呢 卻是這個林靜潔 阿傑 你也不是第一次擔任監製吧 不是 也不是嘛 但是我覺得我要先跟這個呃 聽眾朋友哈 然後觀眾朋友講就是我對葉石濤先任的作品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熟悉哈 可是呢 我看了這部紀錄片之後呢 我就完全了解了 就說對於他的文學作品 對於他的人生啊 對於一位呢 生長在這個日劇時代啊 然後到了呃光 台灣這個光復之後啊 要從事文學寫作的這個作家而言啊 他的那個呃語言上 認同上面的轉換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啊 特別是因為葉石濤先生呢 他還曾經呢因為在這個一九五一年的時候啊 因為這個呃 知匪不報啊 應該是他的來往的朋友 這些人 有這些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在看這些馬列主義啊 社會主義的這些東西嘛啊 知匪不報就被保密局給逮捕了 逮捕了以後呢 就被判刑了五年 後來減刑了三年 然後出來了之後呢 他的人生呢 就有非常非常嚴重的這個轉轉變啊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葉石濤先生生平的這個大概啊 然後再進入請教這個兩位呃 導演啊 這部這個作品 那所以他這個被關了之後出來 嗯 哎真的是 就他原先呢 他在這個戰後的時候呢 他是教書的啊 但是你有了這樣子的被關的經驗 在那個年代是非常淒慘的啊 所以他就打雜工啦 然後呢 原來出生於台南市的一個 其實算是旺族的書 旺族的這個葉石濤 就流落到打雜工 然後呢 代課老師 然後漂泊到這裡教書 漂泊到那裡教書 然後來到了嘉義的路主 路過國小 好我叫做是過路國小 好過路國小 那過路國小 對然後後來又到了這個高雄 那他的所以使得他的呃用 我們講的就中文寫作 用中文寫作 然後要用這個是我們講那個中文寫作啊 因為他以前都是用日文嘛 日文寫作用中文寫作 重點在於是說你用寫小說是有口氣的 那你用中文寫作的口氣呢 就是像我現在在就是像我現在在唸的啊 那這些這些的東西啊 嗯 他那個腔調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然後開始用中文寫作啊 然後出了小說 然後之後呢 文學評論啊 是他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他很重要就是他在這文心雜誌裡面呢 發表的 呃這些有關於台灣的呃文 台灣的鄉土文學等等啊 那後面呢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紀錄片呢 看到他呃這些不同時期的很重要的啊 呃小說也好評論也好 那葉石燒先生呢 他在2008年的時候過世啊 享受83歲 當然他的人生的後半段啊 他得到了很多的這個肯定啊 這個金鼎獎啦 呃獎章啊等等 但是這部紀錄片呢 主要就是說 因為你們取了這個名字 叫做台灣男子葉石濤 就是並不是說什麼呃 台灣文學大家 葉石濤 或說什麼台灣本土意識第一人啊 都不是這樣子 而就是一個台灣男子葉石濤 為什麼取這樣子一個名字 呃其實台灣男子葉石濤 由來他是由葉石濤 自己的一個半字傳的小說叫做 台灣男子 簡阿濤來的 所以我們其實那時候是用直接用他的 呃小 因為那一那一本小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他的半 有點像半字傳的 講白色呃白色恐怖的經歷的一個半字傳小說 那我們就覺得呃這樣的一個呃呃書名拿來挪用 好像蠻適合葉石濤自己的呃生命故事的 嗯 而且這個聘明的在直覺上喔 你會覺得台灣男子 葉石濤 就是你不會就像你剛剛講的不會太張揚喔 不會好像說我很偉大 他就是一個很平實的樣子 對就是一般的台台台灣人的樣子 那呃 葉老給人家的感覺確實是這樣 嗯 就像你剛剛說他到了生命的後期 他受到嗯 已經受到不少尊崇 那但是他還是總是保持一種 很風趣和善的歐利桑 嗯 的那種感覺 對那對對後輩的體系都不遺餘力這樣子 所以你會覺得他並沒有 一種高高在上的大師的感覺 嗯 而且我覺得很形象化 就是因為呃 我要說這一步呢 台灣男子葉石濤的這個紀錄片喔 他就是就是葉石濤的傳記 他是一種傳記型的這個紀錄片喔 以他的文學作品為這個梗蓋 然後呢 串接這個葉石濤先生的 唉 這說起來是很感慨喔 就說你們真就是嗯 他的這個在他生前呢 可以記錄他的一些的這個影像 然後呢 他2008年的時候 這個過世喔 所以裡面有非常多珍貴的這些的話畫面喔 嗯 你們在拍攝期間是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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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我們總共製作了三年半 三年半喔 喔 因為他在200 夜現在這個2008年過世喔 已經過世了喔 那嗯 我們要來數 唉 阿傑你就流淚了耶 沒有哈哈哈哈 其實其實 因為你就想到他的那些身影啊 乃金剛講到說他那個 他就是穿的很簡單的這個西裝啊 他到後面他到後面呃就受到了很多的這個尊從 他當然這個呃呃生活的條件或什麼各方面也不像那個時候這麼的辛苦了啊 可是他還是住在那麼簡單的一個房子啊 就是流就是流亡啊 到時候其實他不是說流亡啦 是一個落難之後 顛沛流離 對流離的 然後到了高雄的一個小小的一個房子 然後在那個小小的地方去寫作喔 很簡單的西裝 然後就是組著一個 他還要拿雨傘啊 當那個拐杖型的 當雨傘 拿雨傘當拐杖 就勤勤懇懇的寫作喔 然後坐在這個 很簡單的椅子上面啊 像林懷敏他在影片中他就就有提到啊 林懷敏年輕的時候也是小說家 而且寫得非常好 那那時候夜老就很很欣賞這個年輕人嘛 所以他們就結為好友 那林懷敏曾經去拜訪夜老 在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發現夜老他住在一個非常窄的巷子裡面 然後他家非常簡陋 甚至連寫作的空間都沒有 對所以他看到夜老是在廚房的嘎嘎腳 然後坐在椅子上把一個板子放在大腿上 然後就這樣子一個字一個字寫 那林懷敏老師就說 好像在客裏一樣 他這個描述太深動了 對我也覺得林懷敏真的太會說了 林懷敏老師他自己年輕的時候那個小說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學作品 他小說寫得很好 他如果不去當那個舞蹈家 唱了一個雲文的話 他應該是很重要的小說家 對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談這個片 因為他 因為你這個紀錄片 一開始的我就覺得很 那個開場真的還開得太好了 真的嗎 開得太好了 就是就像是一個說書人在那邊 然後這位說書人呢 他先是用他用台語了 他用台語來念這個葉石濤先生的這個小說 葫蘆像春夢 他念念念念念之後呢 然後這個說書人呢 他就跳出來他就說 這個呢就是明明就是一個台語 或者是那種寫作的這種腔調 或者是日語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熟悉日語的寫作的一個腔調 可是呢 硬套用的是中文我們剛剛講的 中文寫作的國語腔 所以他就把這個中間的這種矛盾性 和這個葉石濤努力的在戰後的時候 學中文寫作 而且呢 他是在44歲的時候才出了這一本小說 所以這很困難 你們為什麼想到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 我說我一看我就知道 哦原來是這樣 一開始就破題 一開始 對對對就是就是這個是很精彩的 嗯 一開始其實最早的是想要用有點像倒序 倒序法 因為不想到一開始就是 呃好像很 我在呃 敘事上面的 我那時候想想像是慢慢鋪陳 但是後來發現 呃有剪了一個版本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但後來 後來發現他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對葉老不熟 甚至我自己在街拍 就是啊 我覺得我對於那個文學作品很熟的人 我對他的作品也很不熟 是 我得承認哦 我們兩個一開始也對他很不熟 很不熟 那我會發現用這種鋪陳方式 可能大家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誰 我慢慢的鋪陳 那我還是不知道他是誰 我到最後才知道他是誰 那不如一開始就讓大家知道他的作品是什麼 他他是誰 直接切入他的生命 就是切入他的生命 對對對 因為呃 主要他是文學文學家嘛 那你文學他發生了什麼事 在他的文學上面 那一開始就開中民意 把他的文本帶出來 然後用剛剛說的呃 他是用台語做思考 可是他寫出來可能又轉換 可能又轉成日語 在日語再轉成中文 我們不知道 嗯 對他有很多的轉換才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他的文章 這樣子 所以所以已經剛講到那一場日台劇齁齁 飾演那個夜史濤的就是大佛普拉斯的男主角 對啊 他超會演的有沒有 他在大佛普拉斯很會演 對 他的台語超好的 而且他在裡面 他好會講喔 對他台語超好的 所以他他一開始我們就就讓他講 講說他剛剛演的那一段那個台詞 他就覺得阿的KK啊 嗯 他他用台語講KK 為什麼KK 他就直接點出夜老的語言轉換的困難 嗯 那所以說這個一開始 嗯 我們用舞台劇 然後接著讓半年夜老的莊醫生 就直接這樣講 是 定了就定掉了 這個片子就是要來談論他這個艱難 而且這個台灣男子夜史濤呢 他們這個他這個紀錄片呢 拍的好的跟用心的地方 就是說他不只是我們一剛開始講的 他們用那種舞台劇 請到這麼好的這個演員 來去說書破題這個葫蘆象春夢 他因為他呃 夜史濤先生呢 他的文學作品的一些不同的特色 所以呢 他們有用舞蹈 嗯 像那個什麼紅鞋子 是 然後呢 有舞台劇台灣男子撿阿陶 哈 然後呢 嗯 西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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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銀花 這個部分呢 我們真的一定要劇透一下 那等待我們進一段廣告回來之後呢 慢慢告訴 慢慢告訴我們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啊 哦 他裡面呢 講述的那些的片段 你們竟然真的把它給演出來 哇 真的是一個很用心的一個好看的一個紀錄片啊 台灣文學家的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 六月十七號呢 上映 呃 在這個上映的這個電影院呢 台北的部分啊 因為像這種屬於比較藝術性的這個電影啊 在我們台北場呢 像是長春國賓影城啦 真善美劇院啊 華山光點等等啊 台北 桃園 新竹台中嘉義 台南高雄啊 都有上映 大家要知道這個詳細的他的上映的地點的話呢 呃可以歡迎呢 上他們的臉書官網啊 就是台灣男子葉石濤 葉石濤就可以看到 我們回頭來呢 跟大家聊一下啊 就是說 嗯 我看到你們在寫拍攝這個原油的時候啊 有特別強調說 因為他們在島嶼寫作啊 從2011年開始啊 呃這紀錄片開始就記錄了非常多的呃這個作家啊 林靈傑自己也是呃他們在島嶼寫作拍的真好啊 哈哈就是王文欣導 欸王文欣呃就是作家王文欣的貝海的人就是呃阿傑的作品哈 然後嗯像吳勝嗯 是他也是很有台灣意思的作家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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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阿傑的作品哈 是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質疑這樣的質疑是 慧琳導演還是靖傑導演 還是你們當初創作的初衷 嗯其實這個可能就是講起來有一點小小複雜 但是還是需要說明一下好 就是說啊他們在島嶼寫作 牧樹媒體他們製作這一系列 其實從大概2008 09就開始了 是然後他們打從一開始其實就有 名單裡面就有類似黃春敏啊 七點生啊 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說台灣本土作家 但是因為種種的因緣 所以在第一系列啊就沒有嗯 好那第二系列就有七點生嗯 那那我第三系列其實啊陸續推出啦 那我拍了吳勝那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七點生吳勝他們都是台灣本土作家啦 但呃所以其實剛剛這個說法可能要做一點調整 不能說他們在島嶼寫作都沒有台灣本土作家 而是因為一些一些緣分的關係 所以在第一系列剛退出的時候造成轟動嘛 那個時候就欸六個文學大師排開 大家就會覺得說嗯那那台灣的台語作家怎麼沒有看到呢 就是會有一些台文界的人 他們會會覺得嗯好可惜喔 嗯那那這個這個感到可惜這件事情 其實那幕術媒體他們一直都有在邀 但是就是這個可惜就這樣子從第一系列到一直下來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我從第一系列就參與嘛 那那有機會就是葉石濤高雄市文化局找到我 說要不要拍葉石濤的時候 對那我就覺得啊太好了 嗯他是台籍作家中非常重要非常重量級的一個作家 那那那就是我們也很希望台籍作家可以獲得 類似他們在島嶼寫作將高規格拍攝的領域 對真的 因為這個他們在島嶼寫作 他每一部的這個作品喔 真的都是導演那個精心之作 然後所以經過這個阿傑這樣的說明 我就比較理解了 那關鍵是說我覺得很特別 就在於是像我們拿來當做一個比較好了 就是說在島嶼寫作系列的這個作家 跟這個葉石濤先生 然後跟這個七等生跟這個吳勝 就是說屬於我覺得這樣的分類 其實我是非常不喜歡用這樣的分類方法 但是呢他的確有一種語言使用上面的一種慣性 因為重點在於是說 特別是在台灣功夫之前的時候 你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這些成長的文學家 他他會有一種語言使用上面的轉換上面的 他要再學習 很辛苦 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那可是呢 他像葉石濤先生這樣子的狀況 他就他就比較沒有出現在七等生跟吳勝上面 因為他們是一個就是因為年紀上面 世代 這就是這個世代 所以葉石濤先生他的他在白色恐怖時期的 呃被關他也是一個時代的一個悲劇啊 啊對啊 所以那時候呢 你就說因為我交往的這個朋友裡面 就是有這些呃 傾向於這個比較社會主義的 我就是指匪不報了 你說像這個呃 也有這個過去的大作家 你說像那種他們就畫個漫畫 我講什麼畫個漫畫 他也被關了 他也是外省人啊 他也被關了 所以這就是一種時代上面的一種 啊真的是悲劇 可是對於文學對作家來說 他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我看一個資料啊 我不知道說是不是正確的 就是說 葉老他當初在學這個中文寫作的時候 他是看紅樓夢啊 這是真的嗎 他用聽說啦 他抄了好幾次紅樓夢 從頭到尾因為他在學中文 抄寫不只看而已 你知道另外有一個人用抄抄寫紅樓夢來學的 是誰是誰嗎 洛宇君 真的我也很驚訝 洛宇君也是說他 洛宇君是抄那個馬魁斯的百年姑奇 馬魁斯的百年姑奇 他就對他抄百年姑奇 然後他說 他講紅樓夢的部分說 他一開始看紅樓夢的時候 他不太他不懂 因為他父親孤身來台嘛 他家沒有那麼大的這個家族網絡 那我就很懂了 我家家族好大 好來回到這個惠林導演 就是說他真的是這樣子那麼認真的抄紅樓夢 對 聽說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跟葉老求證 對 但是我們看之前他的自己的字數的資料 他都有提紅樓夢應該就是他跨語學中文的一個 最一個你可以說教材 所以我才就是因為說你們用這樣子的一種表現手法 用一種舞台劇的方式 把他的等於他把小說讀出來 把他的讀出來 讀出來然後演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更能夠感覺到說 一個慣常用台語思考或者日語思考的人 當他在用中文寫作的時候 他那個很文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你像葫蘆葫蘆像春夢 他那個可能就是一個鄉下的 他們彼此之間在那邊堵住啊 那你怎麼會那個怎麼會那個口氣這麼的文呢 這很有趣喔 南京有發現嗎 就是舞台劇齁就是那個劇中人他們講的對話都是用中文 對啊 這完全就是忠實月老的文本 文本 然後然後然後莊一針演的葉老公代曆 對對對 然後然後然後有時候還故意讓他們同時講同時講對 在這個也就是我要接下去 就是說你們在這個劇在這種劇 這安排上面在講述葉時濤先生的人生 跟那個他的作品的時候 我你們那種巧妙的這個轉換 一開始的破題的時候用台語 然後講說他的聲勢 等到呢他進入到他的創作生涯的時候 我們又看到葫蘆像春夢的時候 就是剛才這個靖傑導演所說的 就是刻意的用一種 講述的口氣 裡面的人就用他的小說文本 然後用穿插出一些台語啦 換句話講 這個很很精心設計 就是每一個片段都很精心設計 因為這裡其實是 這個本也是你們寫的不是嗎 對不對 就導演寫的 我們截取那個葉老小說的文本 然後導演再去架構這個舞台區的結構 應該是說那時候思考是 其實一個拍一個作家的傳記紀錄片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想要知道作家的寫作過程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沒錯沒錯 那時候就會去想像 因為我們傳主已經不在 所以我們不太能真的去求證 我只能去想像他們的 他的寫作的情景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有的時候 不好意思啊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意思 但是呢 就是說傳主不在的一個好處 就在於是說 其實導演 導演編劇 導演也好編劇也好 因為你們就等於是讀者一樣 然後呢 你們就看了那個文本之後呢 然後用你們導演的角度 編劇的眼光來去 就是製作出一出 這很短的這個舞台劇 讓我們大家 哇了解了 所以 因為如果 就是傳主會有傳主的想法 這未必 未必是 未必是 可是這個就是一種 再創作 我們常說有時候限制就是自由 我們的限制就是 傳主不在了 你不能親自訪問他 這很可惜 但是這個自由就像你這樣 反而有另外一種自由 就是可以去做為一種創作上面的表現 我想 這是很 就是這好看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真的很妙 而且你們怎麼會有想到 用舞蹈的方式去表現那個紅鞋子呢 OK 因為舞蹈其實是最自由 肢體上最自由的一種表現 藝術表現形式 那我們知道 彭鞋子是在講夜老 他在被 白色恐怖 被關的時候 被關的時候 的經驗 那你可以去想像那個 空間是 多麼的囚禁 精神上跟肉體上 可是舞蹈 卻是這麼的自由 那我覺得這兩種 這兩種 產生的張力 對 產生的張力 我那時候是其實想要挑戰這個 所以在視覺上 在感受上應該是 會有一些衝擊 而且 他們不只是說 用舞蹈去呈現 那個小說的這種片段 跟這個張力 因為 演出的 不管是舞蹈家 或者是說 演員 他們可能 在 你請 你們請他們去 製作這一段的 之前的時候 大概都沒有看過 這些小說吧 對不對 都沒有看過 所以 他們 所以在這個紀錄片裡面呢 也就會去訪問 這些演出者 他們 在詮釋了之後 他們的感受 他們如何感受到 他們小說之中的這種氣氛 以及那個年代 是 我覺得這個的 延伸的詮釋 非常好耶 我覺得這 這點很重要 也是我們拍這個片子 很重要的一個點 但是很有趣喔 我們做了幾場特音之後 然後 有的人覺得這段很好 有的人覺得說 哎呀這段讓我出戲了 我在看他們的藝術呈現很投入 那突然他跳出來講話 哈哈哈哈 這就是電影技巧嗎 對對對 但我們覺得就是 其實透過這些年輕藝術家 他們基於用進行的藝術去 去轉譯 葉老的文字文本之外 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 在跟葉老對話 是 不同藝術的對話 跨世代的對話 那這個對話說產生的延伸 正好是我們要傳遞給觀眾的 是 跨藝術領域的對話 對 跨藝術領域結合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難得 請這個惠玲導演 幫我們介紹一段 就是那個紅鞋子裡面呢 他們有被 就是葉老他們這些被關押的人 被這個玉卒給戲弄 以為他們要被槍局的那段 非常精彩 那一段其實是紅鞋子 跟那一段叫牆 都是好像收錄是在 剛剛講的台灣男子撿阿桃 撿阿桃裡面的短篇小說 那 對那一段就是 是在講就是 當然就是被戲弄的這一個部分 戲弄 那因為我們找的地方 就是一個槍 我說您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講一下 那個劇情 就是那個他們被戲弄的那個過程 對 就是葉老他其實 他們就假裝就是把他們叫出來 假裝要槍槍決他們了 然後可能就是在玩弄那個手 那個槍 槍的那個 槍裡面沒有子彈 沒有子彈 對 然後就是拉槍擊的 咔嚓咔嚓咔嚓 對然後葉老那時候 他不能講葉老 應該是說葉老說的 小說中的人物 人物撿阿桃 他就因此 就是 以為他就是要 要再見了這樣子 然後 那個聲音的恐怖 你看不到 但是你聽到那個槍擊的聲音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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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 那段 那段 很 很震撼 那段 的原因是因為 舞蹈家他們 非常的這個惶恐 他們坐在這個牆那邊 整個的站立著 站立著 然後聽著那外面 一 叫著大他們名字的時候 他們覺得完了 我今天我要決別了 我要決別了 然後很害怕的 這樣子走走走走走走出來 然後所有的人呢 緊緊的 緊緊的 緊緊的這個握著 就是那個肩膀 就是手 手腕 這個手 驚人出來覺得說 我要 可能下個倒下就是我了 下個倒下就是我 結果 沒有 沒有 可是 他們的人的整個的意志 都垮掉了 都垮在那個下面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就 就是這種時候就是 應該要罵髒話 就說 髒話就進來了 叉叉叉叉叉 我好高興 這樣子搞我們啊 我好高興 聽到那個 乃金描述這一段 好詳細喔 因為其實這段 就是所謂的舞蹈劇場 所以 我們這個不只是 一般犯稱現代舞 但是我們常說 這是舞蹈劇場 就Pinat Bosch的 舞蹈劇場 就是這些舞蹈 其實是有 有戲劇張力 有戲劇在裡面的 然後 就像你會從舞蹈中 Catch到 這些那麼明確的訊息 但是他舞蹈本身的 形式的美 跟利於美跟張力 都還是一樣是舞蹈的美 我很好奇 就是說 像你們邀請的這個舞團 他們在演出這個時候 他們有沒有想要 我真的覺得 他們應該把這個去發展 成一個完整的舞劇啊 太好了 這個說法太好了 是啊真的啊 因為這個太好看了 希望他們有聽到 乃琴的建議 因為那個 因為好 就是說小說 轉換為舞台劇 這個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這種創作的表現嗎 可是要從小說裡面 選出題材 變成是舞劇 這是太難得 這千彩難逢啊 是 所以這是很精彩的 這個部分啊 還有就是 你們用運用 也運用很多 像那個動畫版畫的 這個像那片 導演再去想像 去看到這些小說文本的時候 你那個創作的 你為什麼會想 這段是要用舞蹈 那段是要什麼 我們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觀眾 我比你很好奇 你的創作的靈感 來自哪裡啊 嗯 要先講版畫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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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提到喔 其實白色恐怖時期 他受害的其實不只 只有本身人 也有外省人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畫畫 而遭受牢獄之災 或者是 比如說像版畫這一塊就是 我們的reference是從黃龍燦 他在228製作了一版畫 叫做恐怖的檢查 就是最有名的那個版畫 大家一定都看過 大家提到228看到版畫就是那一種 真的我不知道耶 你說叫什麼恐怖的檢查 那個版畫叫叫黃龍燦 黃龍燦 那後來也因為白色恐怖被槍捲了 喔 然後我們 所以有個版畫叫恐怖的檢查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用這一個當作 一個參考的 用版畫 應該是說這個表現 手法 手法 然後還有我自己很喜歡 一個日本的漫畫家 叫伊藤潤二 對然後 伊藤潤二就是很恐怖 他的漫畫都很恐怖 對然後所以就把這個東西 把它結合成一個洞 就是我覺得蠻適合的 就洞化風格 對 對啊像什麼群雞之王啊 什麼這些 嗯就是你們的表現的手法 就是都有有很多的這個多樣性 群雞之王 因為是一個諷刺小說嘛 對 然後就是那個諷刺性很精彩 對話性很精彩 所以你可以講一下那個 若宇這個藝術是什麼 若宇其實是 日本的一種單口相聲 對 那時候就覺得 他其實他的敘事故事的敘事方式 也是都是描寫一些小人物的荒謬的故事 然後通常ending的時候就會一個 嘎欄兒子 然後會來個回馬槍 那我覺得他其實很適合 群雞之王這一個 有點黑色幽默的文本 對啊 真的很有趣 就是看一個紀錄片看到這麼有趣 真的也是很難得 就是說 因為導演呢 惠玲導演 他們用了很多種不同的表現的 這個藝術表現的形式 來去介紹 葉時濤先生的文學作品 所以我也是 像那個叫做什麼 洛宇對不對 對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用這種方式呢 來去詮釋這個小說 而能夠把這個小說裡面中的精彩的對話呢 來表現 然後動畫跟漫畫呢 是現在很多這個就是新世代 所以不是不只是新世代了 現在大家很容易透過動畫或者是漫畫 來去理解 理解一些文本 但是用這個動畫跟漫畫呢 來去理解個小說文本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文學上面的一個再創作 我來念一下好了 花一點點時間 因為像這樣子的文學這個紀錄片 我們會在幾家呢 有在其實已經彈的非常不錯了 主要的這個大的這個劇院 17家都有上 在台北清北呢 有台北長春國賓影城 台北珍珊美戲院 Movie cinema Cinema 然後華山 對不起因為我要再有點老花眼 華山光點 喜樂時代影城 南港店 這個中和環球威秀影城 在桃園呢 是同領威秀影城 新竹的大圓百威秀影城 台中戰前的秀泰影城 文化秀泰影 文新秀泰影城 還有嘉義的飲食會 英89 英89豪華影城 台南的南訪威秀 南訪那邊還有個威秀影城 真的喔 很大喔 Focus威秀影城 還有珍晒美劇院 高雄有大圓百的威秀影城 高雄延城 英89博爾電影院 博爾電影院那邊不錯 我還蠻喜歡博爾的 對那邊那邊蠻好的 很特別 然後高雄台旅秀泰影城 歡迎大家呢 17號開始呢 去看這部呢 真的是很好看的 這製作的非常非常用心的 紀錄片 台灣男子葉石濤 我們剛才講了很多 就說導演呢 他花了很大的這個心思 用不同的表現的形式 舞台劇啦 然後舞蹈啦 版話呀 動畫呀 然後若語啊等等 而且因為隨著這個葉石濤的 他的這個進程 就是文學寫作的這個進程 語言的使用的轉換 所以在這裡面呢 都有這個呈現 當然呢 就是對於呃 葉石濤先生來說 他 哇 這個是他創作時間 非常非常晚耶 然後呢 可是到那個時候 還在持續在創作啊 就是他 在 已經六十多歲了 才完成的那個 希拉雅墨逸 潘銀花 六十六歲了 啊 可是那個那個作品 我們在裡面那個作品呢 看到他對於 這種 其實對就是這種 這個 這個潘銀花這個女性呢 是一個台灣原住民啊 然後這位這個台灣原 這個原住民的希拉雅墨逸嘛 在他的這個他呢 跟了 日本 有日本人嘛 對日本人 台灣人 外省人什麼都跟他們廣泛的 這個交往呢 並且呢 作愛 然後所以呢 他的 他的 他的小說裡面形容的 就是說 他的 出滿了許多 這些來自於各地方的 男子的精子嘛 對不對 然後他 他對於他的那種 女體的那種渴望 他們這一段呢 就 真的是 真的是找了一位 呃舞蹈家 裸體的在海邊 嗯 舞蹈耶 嗯 那手法很大膽齁 你們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會變成限制集啊 沒有沒有 是輔導集 還是三點不漏啦 欸對 欸這個是很大膽的一種嘗試 而且我覺得看了之後呢 就因為文學的體悟齁 在文字呢 跟這個影像上面呢 他有不同的感受和這個震撼 你們選擇呃這位舞蹈家 然後在那個海邊 當時是怎麼樣去構想的 嗯 其實 裸體 就像你剛剛剪輸 夜老這篇小說的內容嘛 夜老都這麼大膽開放 是 對 那我們在拍攝上怎麼可以 丟起來呢 哈哈 對對對 導演可以 有道理 對 對我們很幸運的那時候 呃這一位舞蹈 女性藝術家 她其實本身的創作就是呃 跟身體有關 喔 對然後也是 也是常是以裸體的方式去呈現 嗯 那只是說我們要如何呃 他的動作是什麼 喔他就是一種 那其實很難形容 就其實是一種核心做一種 腹部單田然後身體 驅動身體的驅動 對 就是說因為呃我想 可能大家有如果有這種經驗的話 就你用你用腹式呼吸 跟你用這個鼻腔呼吸是不一樣的 是 好我們現在你可以做一個圖 哈哈哈 你的腹部在這個 你腹部在這個伸展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到他那個氣呢 是從腹部而來啊 然後呢 從那個腹部的 因為很多舞蹈家 是採取這樣子的方式 不管是說呃 太極導引啊 或者是說練習那個舞蹈的時候 他要從這個腹部中的這個呃 舞動 好然後去導引你的肢體上面的動 所以你當你腹部在去這個 運動的時候呢 你很自然的你的呃 氣他就會往你的軀幹 對上面 他可能伸展到你的手 伸展到你的這個呃 往下到你的腳 對全身會這樣子動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在 從腹部去動 那時候看到他的練習是這樣 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這個東西跟海底輪 有海底輪生子輪有相關 他就是跟大地之母是是連在 因為他那個是生命力的來源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那一段反而是沒有彩排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用那個感受去去舞動出來的 那海邊在哪裡啊 在北海岸 好美欸 對很美啊 那你們拍攝的時候不是要清場嗎 清晨很早 刻意在清晨比較沒有人 清晨而且清場對不對 也有我們有我們有安排人在遠處 就是要只要有人來 我們就趕快讓我們的舞者穿上 穿上衣服 其實這段要特別講一下 這段是花最多時間的 嗯 從一開始找了書品文來一起 研讀文本之後 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在構思 所以一年半之後才拍 真的嗎 然後這個長景年 從南找到北 對 本來也考慮過一些深山野嶺啊 對就一個大自然 有些是草原 有些是森林 我們都去找過了 上山下海去找 適合 呃 潘櫻花這個大地之母形象 對 展出的地方 後來導演決定在海邊 也是選擇 就是那個 膠原出力的那種地方 而不是那種沙灘很美的那種 對 欸我很驚訝欸 就是說 原來葉石濤先生 他的那個 呃對於慾望 他就不只是在這個 希拉雅墨裔潘�花 他的那個小說裡面 那個是那個 呃跟 葫蘆像春夢嗎 葫蘆像春夢 葫蘆像春夢 對對對 葫蘆像春夢裡面或什麼 他的描述的 比如說他對於 他們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一位 就是妓女嘛 呃 然後他的 對他的渴望 然後他想要 他想要跟他接近 然後兩個寂寞的人 寂寞的人 最後的這個 呃 最後的相遇跟福慰 然後他的 那種情感 又樣的 那種文字 嗯 非常的直接 而赤 而赤裸 我覺得因為他的直接赤裸 而他的力量很大 嗯 我覺得這很 我很 滿滿滿讚嘆的 你你你講到這邊 我會我會想到說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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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淺嘛 那事實上 他整個寫作的人生 都是 確實是啦 顛沛流離啊 很辛苦 但天淺的同時啊 其實我們常常會仰望 上帝 或者是我們 渴望有個聖母 聖母的救贖 對那我會覺得 越老筆下的這些女性 我的感覺 就是剛剛 剛剛才感覺到的 因為乃金的描述 我覺得他筆下的女性 都有點像聖母 他就是靈 靈跟露 的救贖 對所以他即便寫 那個 葫蘆像春夢的那個妻女 他當然是有 露體上的 的吸引 但是同時他又具備一種 好像聖靈一般的 存在這樣子 他的小說 他的小說似乎 對女性 總是這個樣子 有道理耶 而且剛才這個 靜蝶導演呢 林靜蝶導演提到說 嗯 葉史濤先生說 是天前 其實是天前 因為他 他有很大的這個使命感 所以他為台灣人寫了第一本 台灣文學史綱 台灣人自己寫台灣人的文學史 然後他的評論也非常的精彩 你看他 發表這個台灣這個文學 鄉土文學 當時這個可是引起了鄉土文學論戰的 那但是呢 他又有這個坐牢的 坐牢的這個經驗 所以 當有一些比較年輕一輩的 呃 可能他的學生啦 或者是作家 去鼓動他說 你再大膽一點 再大膽一點 他就說 啊我不要再被關了啦 對 這真的很無奈 其實很難過啦 你聽到一個像他家的前輩講出這個話 嗯 阿我不要再關了啦 其實 你聽的是很難過的 是 但 但他還是 就是說但他還是堅持下來了 是 堅持下來了 你看到66歲還是繼續寫 這個講了這個話之後還繼續寫 他之後還有一本 最後一本他是更 其實更入骨喔 比我們剛剛看到潘櫻花的這一本 還要更入骨 是一位 年紀很大 好像是 六 五六四 一個男一個年輕男子 跟好多個年長的女性發生 發生 關係 其實我覺得某方面 這個還蠻好的 這是他最後一本 這是他 蝴蝶像 這是他的渴望嗎 蝴蝶像尊夢 蝴蝶像尊夢 我覺得某方面也是因為 到越老的晚年 他就放開來了 台灣也解緣了 沒錯 然後整個社會也更民主的 言論自由的 對 那我覺得他也整個放開來 對就放開來了 就是說文學上的自由 跟思想上 心靈上自由 他是 他政治上的自由 他是分不開的 對 哇 還好那個時候呢 你們應該已經拍到一個 一個段落了 否則的話呢 要花好大一筆錢 把這個作品補進來 一個呢 花了三年時間 三年半 三年半的這個時間 非常用心創作的文學紀錄片 台灣男子葉石濤 六月十七號呢 在我剛才說的 這些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嘉義 台南高雄 這些電影院上映 詳細的放映的這個時間呢 歡迎大家呢 上台灣男子葉石濤的官網上面去查詢 非常謝謝兩位導演啊 台灣男子葉石濤的導演 許惠玲 以及兼職林 寧婷導演 兩位導演帶給我們精彩的介紹 請大家去看電影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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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